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财务的管家 在过去12年内 美国有1280万的人申请破产 其中有68%申请第七章破产 那就是无能力赔偿 32%申请的是第13章破产 那就是还有能力陆续的分歧偿还 42%的美国人没有任何退休的存款 他们将完全依赖社会安全基金 但这个基金将来在15年之内就会枯竭 可见得美国人对于财务管理的能力 实在很差 那么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管理财务呢 首先要将所有权交给神 我们的生命属乎于神 所拥有的东西 当然也应当属乎于他 人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都带不走 这说明万物是神借给我们 暂时要我们来使用保管 因此借着信心将所有 一项一项的交还给他 才能够按神的心意使用 成为神的好管家 第二 要建立十一奉献的习惯 神要以色列人十一奉献 是教育他们要将神的事情 放在第一优先 十一不是目标 而是学习不为自己花钱开始 新约圣经教导我们 要把所有的都奉献 需要多少才从其中取多少 第三 要存感恩的心领受 必须接受是神按我们的需要 供应我们 如果觉得不够用 那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需要大学的教育 也不是一定要住 两三千平方尺的房子 第四 不负债 不欠钱 截至是脱离负债的唯一办法 欠钱是不听从神的表现 也是受咒诅的记号 因为必须还清负负款 所以应当以可以变卖 就马上还清借款为基本 尽快地偿还 第五 将别人的需要放在优先 基督徒不当只顾自己的需要 如果有人比自己有更需要 那就应当帮助他 神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第六 要逃避纵容自己的享乐 分清楚需要的和想要的 想要的很容易就会超之 尤其是和别人比较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不够 往往想少交一点税 而花了更大的开销 结果是得不偿失 简朴是神所喜悦的 第七 避免做立即的财务决定 慈延购物是 抵挡吹逼人消费的资本主义 最佳的武器 做大笔的交易 应当先祷告神 求神的指引 我们不去探讨致富之道 因为很多时候会上当的 做一个神财务好管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 到那时候才想就太迟了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